圣诞新年旅游旺季即将来临,不少人会买行李,准备外游。 销委会测试15款中型硬身拉链式行李的耐用和化学安全程度,其中7款样本经常距离。 行后,分别出现车轮脱落、街身破裂、拉杆或拉杆并折断、松脱等情况。 售价最高的Remo Essential Jack AM,约8200元,整体平仅获3.5分,在行走路程未及60公里时,拉杆手柄变断。 其中一款样本的手碗有部分物料剪出的塑化含量超出欧盟Reach法规定力的上限45倍,或会影响生健康。 试次测试的15款样本均为中型硬身行李街,度约24寸至28寸,属于计仓行李类别,全部配备可供。 官人员以保安钥匙打开检查的TSA密码锁,外壳均。 胶料制造,重量约由2.5千克至6、2千克,售价由730元至8200元,差于10倍。 整体评分最高4.5分的4款样本中,有2款售价2500元以下,分别为拇指行李箱连滑轮固定器75升约1980元,及Echola Gamers PC232S24约2100。 而售价最高的一款Remoa Essential Jack AM,约8200元,整体评分仅获3.5分,特别。 路面行走性能与拉杆强度方面,在行走路程位60公里时,拉杆手柄便断裂,表现强差人意。 试次测,亦检测了各款样本的手腕及拉杆手柄可接触。 分得物料的四种塑化机含量,结果发现一款Delsea Paris Saint-Tropez 24 Expandable Spinner售价2550元。 腕的部分物料的DEP含量达4.6%,超出欧盟Reach法规定力的限0.145倍。 欧美研究结果显示DEP会妨碍儿童正常发育,可能损害男性生殖系统,而孕妇在怀孕期间若触到DEP,有机会影响胎儿发育。 此外,Hallmark Design Collection 24 PC-4Wheels Trally Case Hem, 877体鞋-24的拉杆手柄剪出的个别多环芳香、PADS,含量较高, 而且是无可能对人体致癌的物质,未能符合德国自愿性安全标签计划G's Mark限制要求。 萧委会建议消费者,不要坐在行李街上,以免对身、拉杆及车轮造成压力致损坏,使用手腕提起。 李街,避免使用拉杆,以免增加损坏风险,应将叫物品放在街底,以免行李街因重心不稳而翻倒。 委会总干事黄凤贤表示,去年有28宗有关行李街投诉,今年首10个月街或55宗,投诉内容主要关于品质素及维修保养。 他称,消费者疫情时购买行街备用,这些行李街在通关后开始使用,当出现类问题,消费者自然有期望落差,令相关投诉上。 他指,购买行李箱不要只看其外表,也要看物料。 提到,不接较轻,有弹性,受壮时不易损坏,为一般水能力较低,较难清洁,也容易被勾烂,交接轻深,接内物品保护力较好,为若接深物料太薄,容易裂,屡接耐状及耐压力较好,为较重。 外壳一花,瘦厚形状一难以回复,消费者已平衡各类物料,并绿拉链及缝合味的手工。 记者肖博喜,新投票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,请立即更新,浏览更精内容。 的中心 记者肚多余 本身 tax 送